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我是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卡 我喜欢这个卡的点在哪里 那么今天又是给大家做另外一个部分 因为上一次真的是拖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说其实手里的卡非常多 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当中一次性的给大家看完 那么在正式进入今天这期球星卡开枪之前 还是希望大家给我的视频多多点赞跟转发 最最关键的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给我频道点个订阅 那么好 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球星卡的开箱 今天首先要给大家看的第一张卡就比较爆炸 那么这一张是一张乔丹的球星卡 并且是一张比较特殊的卡 它是我们英文叫它Shadowbox 那么国内很多朋友称它为沙盒 那么它会是一个中间镂空的卡 然后它会把一些东西做在里面 那么大家仔细看一下里面这个乔丹 它是有当年它大学时期打球的一个背景 然后中间是一个个人感觉是像一个塑料片一样的东西在中间 然后它的签名是签在那个上面的 然后是有一个角度摆放在中间 然后是会给到你很立体的一个感觉 并且这张卡大家看一下它的厚度 360厚度的卡 跟我们平时的卡比一下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它很多 它非常非常的厚 那么这张卡呢 也是UD出的一张乔丹的Shadowbox 它整个系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它是有六张好像这个大学时期乔丹签名的卡 但是我目前只收集到一张没有把它全部收集起 那么还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去收藏这样的卡 那么这个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张 我最近入手的一个乔丹 当然这个系列我也跟大家再展开讲一下 这个系列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在说的木盒系列 也就是UD他们出的卡的最高的一个等级 它拿过来的时候是一个木盒子 那个木盒子我之前在eBay上看到 如果你想买一个那个空的木盒子的话 大概要花个100多美金才能买那个盒子 就那个盒子做工非常漂亮啊 所以说它都是把最顶级的卡放在那个盒子里面啊 那么第二张想给大家带来 当然又是一张啊 我们的这个PERSUM这个系列的一张啊 普折啊 但是这张普折呢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其实之前我也给大家看过很多啊 这一类折射的卡 包括之前给大家看到的这种莫兰特这种赢折卡啊 那么这张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是在变换角度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是普通的啊 这是一张BASE 我们也叫普折 那么这张卡的点在哪里呢 大家要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小小的绿色笔写的啊 4-9啊 这张卡呢 其实是一张回购卡 它把这个普折的卡发行完之后呢 它把普折的卡收回去一小部分啊 然后进行手编 重新再编啊 那么这样的卡呢 一共有9张 这是9张当中的第4张 所以呢 在它拿出来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原厂的一个seal在这边啊 这张卡呢 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是什么呢 这个原砖啊 其实之前的收藏的朋友也好 我感觉这张卡应该已经捣过好几手了 我最后查到这张卡应该是来源于美国的eBay 这个哥们应该是从美国eBay拍过来 然后拿到中国来卖的 那至少在我之前已经经过两手了 所以说呢 之前的人呢 感觉这个整个砖面保存的不是很好 它没有像我这样在外面再套了一层膜在上面 所以说它上面有很多的划痕啊 这是唯一它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啊 但是anyway 这张麦迪的卡 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大家知道 我其实有挺多这种 类似于这种麦迪的这种折射系列啊 所以说呢 我这都在收藏这样的卡 挺有意思的啊 然后这张呢 也是刚才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啊 之前我有给大家看过 这一张是一张迎折啊 然后呢 这一张是一张mojo折啊 就是它上面的花纹是不一样的 两张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卡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们可以从镜头当中看到的话啊 所以说这一张呢 还是带编号的 这一张卡一共只有25张当中的第11张啊 然后呢 接着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的 我是比较在意卡上面的一些 就是说它的一些编号 这个就是11啊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连号的 11 22 33 44啊 之前有给大家看过我的米勒 有一张卡是88啊 哈登有一张是99 科比有一张是77啊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呢 又是诺尔系列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收藏当中诺尔系列非常多 我个人很喜欢诺尔的一些 它的一些排版啊 它的一些这个做卡的一些方法啊 我很喜欢它的这个风格 虽然说诺尔系列并不是特别贵的卡 差不多是帕尼尼比较中端的卡 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 那么唯一可惜的是呢 诺尔系列它的卡呢 编数都比较大 相对来说都差不多在100编左右啊 就很少可以像买到我们那种手提 像那种5编10编25编比较少啊 那么这张呢 也是一张RPA 那么RPA代表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新秀啊 LUGIE CARD啊 它的R代表是LUGIE啊 PA呢就是Patch Auto啊 就是带裁片的签名卡啊 那么这张呢 是我们的胡人队的新秀啊 裤子马的一张啊 它的一个签名的一个裁片卡 比较漂亮的是呢 它这个裁到了三色的球衣啊 比较好看一些啊 跟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的 我的那一张塔图姆啊 塔图姆这张呢 就稍微欠缺点 它只有两个颜色啊 这个是三个颜色 那么当然呢 目前有可能大家觉得 塔图姆的能力啊 各方面的成绩啊 打的都要比库子马来的好 塔图姆现在好歹是绿军的主力啊 库子马还是打替补啊 那么有可能 这张库子马的 它的价格呢 就会更加高一点 那么再多讲一个一句啊 这个库子马这张卡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原封原砖啊 这张当时是一张交换卡来的啊 就是开出来是一个卡片 上面需要刮刮乐刮开 然后有个序列嘛 你到那个潘明尼的官网上面去 redeem这张卡啊 去就是说要 就是说 redeem应该怎么说 啊 刚才卡顿了一下啊 redeem应该是 就是兑换的意思啊 就是说你拿到那个序列号之后 你可以到 潘明尼的官网上面去 兑换这一张交换卡 然后呢 它会把这张卡寄给你 所以这样子的卡呢 从官方直接出来都是带原砖跟原封条的啊 那么这张就不太一样 这张卡呢 是直接开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所以说相对来说呢 这一张塔图努母的卡呢 它的价值会更高一些 虽然说 他们两张卡都是99编的 都是99编的卡 那么这张卡就会价值更高一些 那么这张呢 也是我最近入手的一张啊 就是这个裤子码的一个新秀卡 个人觉得就像我上一期视频说的 新秀卡都是具有比较好的一个收藏的价值 跟保存的价值啊 然后呢 这一张刻笔呢 上次已经给你们看过了 是一张99编第77张的一个刻笔签名啊 然后这边呢 还有另外一张是国宝系列的一张刻笔的一张卡签的一个啊 签名卡啊 这张也是我挺喜欢的一张刻笔的卡啊 然后这边再给大家看一张 是一张我很喜欢的一张米勒的签名卡 那么这个呢 又是诺尔系列啊 我感觉好像最近几期是在给诺尔系列做广告的样子啊 那么这张呢 是诺尔系列特有的一个叫聚光灯的系列 它整个底色都是黑色的啊 所以说是聚光灯Spotline啊 那么它呢 金笔签的啊 我非常非常喜欢 跟我之前给大家做过介绍 我有一张啊 那张卡在哪里 我有一张波神的啊 然后呢 这个都是属于这个系列 波神当时呢 是一个搞笑版 正反两面都有它的签名啊 正反两面都有签名 那么这张米勒呢 就是只有它啊 正面只有一个签名 背面是长这个样子是没有的啊 那么这个这个 呃 这个叫啊 聚光灯系列呢 它的边数其实还挺大的 这一张一共是125张 但是我这个是002啊 第二张啊 那么很可惜没有拿到001啊 拿到001这个卡就会比较有意思了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收集这一类的东西啊 那么基本上呢 最近的卡呢 就差不多啊 通过两期节目啊 就给大家都看了一下我最近入手的一些卡片啊 那么也大概的跟大家讲了一下我入手这些卡片的原因 我是喜欢它的什么点 我为什么会去收藏这样的卡片 那么我也希望通过啊 可以通过这样的节目呢 多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啊 让大家了解到啊 我个人啊 我的个人是为什么会去买这样的卡 我喜欢他们的点在哪里 那也希望啊 通过这样的节目的给到你们一些启发 有可能你也是一个刚刚入坑啊 入坑这个卡卡坑的一个朋友啊 有可能你有可能也是像我一样会特定的喜欢几个不同的球员 那么有可能你在刚开始买或者刚开始收集他的一些卡的时候呢 你你比较迷茫 不知道啊 去收集哪一个系列啊 收集哪一些啊 就是说对自己会比较感兴趣的这样一些卡啊 那我希望这样子的节目呢 可以跟大家多做一些交流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发私信的方式呢 多来跟我交流一些关于球形卡啊 甚至于球衣啊 甚至于球鞋方面的一些资讯啊 那么好 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一边 还是希望大家给我的频道多多支持 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如果你看到现在都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千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好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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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